嗨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上周关于男生脱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小伙伴的私信 他问的是世面上的脱毛膏是不是用了真的能永久脱毛 在这里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脱毛膏不能永久脱毛 脱毛膏它其实是属于化学脱毛的范畴 我并不推荐大家去使用化学脱毛 虽然脱毛膏它是可以把我们皮肤表面的毛发给溶掉 但是它还会留有毛根 那些毛根经过比如说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 它会在被溶掉的毛发横截面处重新生长出来新的毛发 而且以肉眼观看的话 那毛发会越来越粗 因为那些粗的部分它是毛根的横截面 这就是很多人用了脱毛膏或者是刮胡刀 刮掉毛发之后会感觉自己新长出来毛发又粗又硬的原因了 想要完全达到非常好的脱毛效果 那还得是看激光了 所以激光脱毛吧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其实我也不是说脱毛膏就一定不要用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应急脱毛的产品吧 反正想要一个长久的脱毛效果 大家还是选择激光脱毛吧 第二个问题是在评论里看到的 那种脱毛喷雾靠谱吗 这个脱毛喷雾啊脱毛慕斯啊 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产品 它们也跟刚才我说的那个脱毛膏是属于一个 长久性的使用它 第三个问题啊也是来自上期视频下面一个评论 就是一位高尔的同学啊 他披眼子附近有好多毛毛 能不能让我教一教怎么把那些毛毛给脱掉 其实脱披眼子附近的毛发非常的麻烦 就自己在家做非常麻烦 我以前也是用那个刮刀刮过 虽然当时刮完感觉非常的爽 但是过两天 有那些毛发长出来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叫做光阴四肩 如坐针毡 真的非常扎人 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当然有了 我就做了 当然就是比基尼脱毛 虽然前两次脱完之后也会长出新的毛发 但是刺痛感并没有 你直接用刮刀或者是脱毛膏来的痛 然后再经过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脱毛 你的屁眼子附近就非常光滑了 其他的方法吧 我也看到大家的评论了 先打上墨 然后用刮活刀给它刮掉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刮活刀啊 如果你想刮的话最好买个修眉刀 刮活刀一不小心就会打出去 修眉刀要比刮活刀也安全许多 其实我做屁眼子脱毛吧 那些技术也是用电动修眉刀来刮我 周围的毛发的 所以电动修眉刀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脱毛工具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刮刀来刮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把刮刀替换成修眉刀吧 我看到有人说用家用脱毛衣来脱片子周围的毛发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虽然它的功率比较小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的话 也是能达到一定的脱毛效果的 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 就要看你自己的毅力了 我看到有人说用蜜辣脱毛 不要对自己太狠了好吗 蜜辣脱毛脱皮眼子周围的毛发会疼死的 毕竟皮眼子周围的肉那么嫩 你不怕用完一次蜜辣脱毛 你皮眼子周围的肉肿得跟香肠一样吗 还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 他说脱蛋蛋附近的毛发的时候 先把蛋蛋挤走 再用激光照射 这样可行吗 这样原理上是可行的 但是真的太涉死了 当着脱毛济尸的面 把你的蛋蛋推入腹中 哎呀 我实在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十分想脱 你就是要脱 那么你可以跟脱毛济尸商量一下 等你先把蛋蛋推入腹中之后 你看他给不给做 给做的话那你就赚到了 这个路子真的是太野了 还是你们会玩啊 还有人在问 很粗的胡子也能脱掉吗 这个当然是可以脱掉的 因为不管你胡子有多粗 毛发有多重 经过几次激光脱毛之后 它的毛发最终都会变得非常细 非常短非常软非常小 因为激光脱毛 它针对的是毛囊 你的毛囊萎缩之后 它长出来毛发就不会那么粗 那么硬那么黑那么长了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 不知道大家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 如果你们还有关于脱毛这方面不懂的问题 可以继续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还有下期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